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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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是在骂人 却总让人生气不起来 好了 忘记知错了 我们家阿县大人有大量 原谅他这一回 蓝西辰拍了拍他的肩膀 这次大哥亲自替忘记道歉 明天带你去玩 好不好 去玩 去哪 果不其然 一听到玩的 某人就能两眼发光 这次大哥带你玩点刺激的 穿越东西还安心 怎么样 还和你一把 大哥 我太爱你了 天性爱冒险的卫英 激动的一板搂着蓝西辰 听说那边有个人公湖 超美的 而且还可以游泳 你都不知我想去多久了 那 这个陪欠礼 阿县可满意 嗯 勉为其难接受吧 卫英傲交道 其实自己哪有生气 明明就是某个人小气 你这孩子 蓝大哥俯了一下他的失发 快去把头发吹干 早点休息 明早八点出发 过时不后哦 蓝大哥提前给他打个预防针 知道啦 我调三个闹钟 绝对不会睡过头 卫英乐呵呵的往自己房间走 大哥晚安 蓝湛 晚安 叫蓝湛俩子的时候 卫英停顿了几秒 看那小家伙进了房间 关了门 蓝西辰才转过身 对着蓝忘记说 忘记 早点休息 作业可以等周日再作业不迟 要注意劳逸结合 你和阿县呀 要是能相互感染感染就好了 一个特别吵闹 一个特别安静 也不知道这些年你们是怎么做到形影不离的 说吧 便替他关上了房门 少了那个人 吵闹的房间一下子就安静了下来 安静到蓝忘记都觉得无所适从 谁说习惯不可能改变呢 曾经蓝忘记因为那个人改变了自己的习惯 现在也因为那个人不习惯了自己的习惯 蓝湛叹了一口气 已无心思栽在作业上 简单洗漱便上了床 躺在床上 却久久无法入眠 脑海里全是那个人的身影 娇俏的 撒娇的 卖萌的 哭闹的 就像木无电影 不断的在脑海中回放 如果时光能回到小时候该有多好 可以毫无顾忌的抱着他 哄着他 宠着他 就这样过完一生 一滴泪顺着床上人的眼角悄悄滑落 在静谧的夜里悄然无声 咚咚咚 卫英 没反应 蓝忘记台湾瞄了一眼时间 七点四十五分 这人哪 昨晚是谁信誓旦旦的说要调三个闹钟的 蓝忘记手掌下移 握住门把手 卡的一声 门开了 未应卧室的床正对着门口 此刻某人正抱着被子睡的昏天暗地 对于蓝忘记的进来 丝毫没察觉 蓝忘记不自觉的放轻了脚步 躲不走到床头边 随着距离的拉近 那张俊俏的睡脸 就这样袒露在了蓝忘记的视线里 光洁的额头 微卷了睫毛 挺秀的鼻子 略薄却微多的小嘴 因为闷在被子里 而飞红的小脸 蓝忘记情难自控的蹲下身子 痴痴地望着眼前这张睡脸 没多看 眼 就沉沦多一分 光看着已无法满足 那喷涌而出的深情 蓝忘记怯怯伸出手 拂过那人的眉 眼 诱人的小嘴 所到之处 手向过了垫斑 麻的疼痛 心更是疼得难受 卫英 卫英 你可知 我 阿谢 房间走廊 响起蓝大哥的呼唤声 蓝忘记墨地站了起来 条件反射般望向门口 然后在蓝大哥探究的眼神里 快速转移视线 忘记 你 哥 我来叫卫英起床 微颤的声音 出卖了蓝忘记的强行镇定 好 那你叫他 我在楼下等你们 蓝大哥没说什么 转头离开 只是走时的脚步已无来时那般轻松了 忘记 叔父 大哥 信信来了 我认错 我受罚 但不要丢下我 某人从三楼一边往下跑 一边高声忏悔着 一到楼下客厅 非常审视多事 把背包随手一抛 正中蓝大哥怀里 然后屁屁牛 摟住正坐在沙发上看报纸的叔父 叔父 献献错了 献献不该睡过头 但是我发誓 昨晚我真的调了三个闹钟 卫英有模有样的举起三根手指 信誓旦旦的说 然后呢 自己一手养大的娃 叔父还不知道他 然后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 早上起来的时候 他们通通钻到床底下去了 卫英倾刮了一下鼻尖 心想 这真的不能怪我 哦 那看来阿县是买了三只掌了脚的闹钟哦 蓝叔父调侃道 哎呀 叔父 你就别取笑人家了 卫英挽着叔父的手 前后摇晃着 声音软弱悦耳 那样子说不出的娇俏 难怪 蓝西尘若有所思的望了一眼 随后一起下来的蓝忘机 而蓝忘机却刻意避开了他的视线 好啦 不闹了 快去吃完早餐 咱们就出发了 叔父拍了拍他的小手 不许挑食 今天可要废体力的 Yes 卫英站起来 调皮的行了个军力 今天叔父就是我们的警官 警官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绝无意义 哈哈 你这孩子就你调皮 蓝叔父望着那小皮猴 蹦一跳地走向餐厅 满目柔光 藏色呀 我总算是没辜负你的嘱托 阿贤呀 长大了 特别聪明善良 讨人喜欢 这性格 随了你 你们就放心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